一位婀娜多姿的中国女人 常年混迹于日本老头圈中 她用美色和手段 将这些孤单寂寞的独居老人 骗得团团转 为了得到遗产 她精心策划了一场替身杀人案 甚至还丧心病狂地 残害了两名流浪汉 她凭一己之力 将自己送上了 当时日本热搜的榜首 更牛逼的是 她在警方的层层通缉和追捕下 足足消失了五年之久 欢迎回到案件调查中 我是老迪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案件调查 2002年4月 生活在日本山形县的女人 加藤和子 突然接到了一通 来自大本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位男子 询问后 对方告诉加藤和子 自己是大阪市政府的工作人员 打来电话 是需要和他确认一些信息 对方告诉加藤和子 前几天 他递交的居住签入申请文件上 有一些小问题 没有通过审核 需要拿回去更改一下再提交 接到电话的和子 一脸懵逼 和子的老家 虽然是在大阪 但他十年前 就从大阪搬到了山形县了 更何况 最近自己也没有递交过 什么签入申请材料 何子反复询问了大阪市政府职员 确定是自己的名字吗 大阪市政府职员反复核对后 确定自己没有打错电话 随后 大阪市政府职员还随口询问了何子 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生活上的大变动 因为他们看到 何子父亲在大阪的家 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两次变更 住址变更不是什么小事情 何子作为女儿 对这件事完全不知情 这就显得更为诡异了 于是何子调取了户口簿 并与市政府职员进行了核对 在核对之后 何子才发现 本应该居住在大阪的父亲 加藤善一郎 竟然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 看到这个消息的何子愣住了 关于父亲加藤善一郎去世的消息 身为女儿的自己 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此外 何子还发现在父亲的户口簿中显示 在一年前父亲加藤和一位名叫尹丽娜的中国籍妇女再婚了 看到这些信息的何子一瞬间懵逼了 何子立刻尝试联系父亲 但一直失败 着急的何子通过户口簿上留的电话 又打给了继母尹丽娜 然而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听 随后何子又根据户口簿上留的信息发现 尹丽娜原本是居住在大阪西城的 她经营着一家酒吧 可当何子辗转联系到酒吧的电话时 却被告知 尹丽娜早就把酒吧转租出去了 这下尹丽娜可以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赶到事情不对的何子立马从山形线回到了大阪报了警 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警方先是调取了加藤的身份信息 从忌荡灾案的信息中 警方发现加藤在与尹丽娜再婚半年后就去世了 并进行了死亡登记 不过奇怪的是加藤死亡的地点是石川县 石川县距离居住地大阪约200多公里的路程 好端端的为什么不在大阪登记 而非要大费周章的跑到200公里开外的地方登记呢 于是大阪刑警立即联系了石川县的警方 调取了一张加藤去实登记时的照片 按照流程这张照片是需要何子这边确认后 警方才能开展后续的调查工作 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何子看了照片之后惊讶地告诉警方 这不是我父亲 也就是说照片上死去的加藤并不是何子的父亲 但这个人却冒充加藤做了死亡登记 这样一来案件似乎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那么真正的加藤去了哪里呢 这个已经去世的加藤又是谁呢 警方为了调查清楚真加藤的去向 找到了加藤的另外两个女儿 希望从他们那里能获得一些线索 然而何子的两个妹妹对加藤登记离世这一事 也是一无所知 也没能给警方提供到有用的线索 随后警方调转了侦查方向 准备从加藤再婚的妻子尹丽娜入手 试图联系到尹丽娜获取更多线索 但尹丽娜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了任何音讯 为了找到尹丽娜 警方从尹丽娜开酒吧的西城地区展开了走访 走访后警察发现 尹丽娜在流浪者口中的评价非常高 她经常会给这些流浪汉送些食物 药品之类 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按理来说 这样一个富有爱心善良的人 应该会在加藤去世之后 把这件事如实告知加藤的三个女儿 可是她却默不作声地人间蒸发了 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就在警方对尹丽娜的下落一筹莫展时 一份寄成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加藤在西城拥有的115平土地发生了变更 在加藤登记去世后 这些遗产全部由再婚伴侣尹丽娜寄成 警方随即联系了当地负责遗产继承的法务局官员 从法务局官员处了解到 在加藤孩子三姐妹中 二女儿和三女儿放弃了加藤的财产继承权 大女儿何子和尹丽娜则各继承了二分之一的土地 而后何子又将她继承的土地转移到了尹丽娜的名下 然而就在警方将此事告知三姐妹的时候 加藤的三个女儿却表示 他们都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更别说财产分割这件事了 根据种种线索 警方推测 尹丽娜很可能是图谋加藤的财产 所以给加藤做了死亡登记 随后又对加藤的财产进行了遗产分割 继承等操作 做完这一切后便携款而逃 现如今加藤究竟人在哪里 人还活着吗 在石川县冒名加藤的人又是谁 这一切的疑团只有找到了尹丽娜才能解开 可是警方介入调查了整整一个月 依然没有尹丽娜的下落 随后警方决定将尹丽娜列入全国通缉的名单 眼看案件就要陷入僵局的时候 一个盗窃犯的落网竟牵扯出了整件案件的原委 尹丽娜这个妇人 狠毒如蛇蝎的真面目也浮出了水面 2002年5月份的时候 一位名叫月田的日本男子 因为盗窃罪被警方逮捕了 然而警方在调查月田的过程中发现 月田经常光顾西城的酒吧 正是尹丽娜的酒吧 然后在警方的询问下 月田承认她认识尹丽娜 并且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了 她和尹丽娜二人共同谋划的惊天骗局 原来尹丽娜出生于中国北京 42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位日本男子 并跟随来到了日本 不过尹丽娜来到日本没多久 就和当时的丈夫离婚了 并且拿着离婚获得的财产 开启了一家小酒吧 对于尹丽娜来说 钱才是最重要的 靠谁都不如靠钱 尹丽娜开的小酒吧 在她精心的经营下 生意很不错 但她并不满足 她渴望更多的金钱 于是她开始物色其他赚钱的路子 但她很快发现了新大路 于是将赚钱的目标 转移到了经常来酒吧喝酒的 日本老头身上 加藤很快就成了尹丽娜的目标 根据尹丽娜的观察 发现加藤平时独来独往 在酒吧消费也十分阔绰 这无疑是最完美的猎物了 于是尹丽娜便展开了浑身解数 来勾引加藤 很快加藤便掉入了尹丽娜的美色陷阱 无法自拔 在尹丽娜脸红带片下 77岁高龄的加藤居然头脑一热 要和尹丽娜结婚 加藤已经独居多年 女儿们都分散在不同地方生活 平时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酒吧就是她最喜欢消遣的地方了 上头的加藤并没有考虑太多 一心憧憬着婚后美好的幸福生活 可怜的加藤不知道自己只是尹丽娜赚钱的工具罢了 尹丽娜与加藤结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了钱 为了能早点拿到遗产 才结婚没多久的尹丽娜就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 尽管加藤已经77岁高龄 身体却十分的硬朗 一时半会儿想要拿到遗产 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于是尹丽娜新生毒计 计划加快加藤逝去的速度 更可怕的是 尹丽娜还为此定制了十分缜密的替身计划 根据尹丽娜的计划 是打算先把加藤杀害 但是非正常死亡的加藤是无法做死亡登记的 所以尹丽娜需要寻找一个替身 顶替加藤去做死亡登记 让这场死亡看上去正规且自然 这项计划尹丽娜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 所以她需要找个帮手帮助自己 恰巧悦田也是尹丽娜小酒吧的常客之一 两人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在尹丽娜和她说了自己的作案计划后 见钱眼开的悦田 很快便答应了尹丽娜 两人先是将家中的增加藤杀害并处理掉了 然后尹丽娜按照计划 便开始去寻找患有糖尿病的流浪汉 让流浪汉冒充加藤的名字住院治疗 为了寻找合适的流浪汉 尹丽娜开始关注其酒吧附近的流浪汉们 她对这些无家可贵的人嘘寒问暖 给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和衣服 很快她便打入了流浪汉群体中 经过严格筛选后 尹丽娜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 这个流浪汉名叫藤晃 是一个将近69岁的流浪汉老头 找到合适的提升后 尹丽娜信使出钱给她治疗 控制糖尿病的发展 在糖尿病的病情还没有完全控制时 尹丽娜便借口转院让藤晃出院 安排她住进了自己和月田 提前准备好的房子里 在那里 藤晃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她像动物一样被关了起来 尹丽娜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会打骂她 更甚的是 尹丽娜和月田为了实施计划 逼迫藤晃吃了大量含糖量很高的食物 并且也不给藤晃注射任何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在日复一日的慢慢折磨下 藤晃没活多久便死了 在藤晃死后 尹丽娜通知了当时住院治疗的主治医生 告诉她 加藤因慢性疾病发作而去世了 因为医院当时也存有加藤住院就诊的资料 再加上尹丽娜超高的演技 这件事进行得很顺利 即使法医对其进行了尸检 也没发现其中的不对劲 大家对此并没有任何的怀疑 藤晃的死亡结果 最终被当作因病死亡处理 死亡登记的名字也鬼使神差的 从藤晃变成了加藤 现如今加藤去世了 她的遗产继承也理所当然该处理了 他们二人为了顺利拿到遗产 月田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三个女人 作为加藤三个女儿的替身 尹丽娜用这三个替身 和提前伪造好的印章证明 成功地骗过了法务局负责遗产继承的官员 为了避免法务局官员的怀疑 尹丽娜在继承遗产会议之前 还把加藤大女儿何子的居住证明转到了大阪 让她也继承了一部分财产 然后为了不让何子发现 尹丽娜又把何子的居住证明转回了山形 最后她在安排何子的替身 把大阪的土地转到自己名下 在一番操作后 尹丽娜顺利继承了加藤名下的所有土地和遗产 随着月田的供述 这件离奇的事情也渐渐清晰 但如今尹丽娜下落不明 让警方非常头疼 甚至在抓捕月田之后的四年时间内 警方都没有任何关于尹丽娜的行踪 然而就在案发后的第五年 有一名男子忽然来到警局报案 趁她看到了一个长得很像尹丽娜的人 并向警方提供了具体的位置 警方赶到后确认了目击者说的那个女人 正是他们一直在通缉的尹丽娜 随后警方对尹丽娜实施了抓捕 黑寡妇尹丽娜的落网 却揭开了这起提升案背后更为惊人的秘密 尹丽娜被带回警局后知道自己没法隐瞒下去 为了寻求减刑 便洒脱地向警方交代了所有的案发经过 说辞和月田的如出一辙 但尹丽娜还向警方交代了另一起案件 原来尹丽娜和月田还谋害了另一个流浪汉 这个人叫高姆青 也是尹丽娜寻找的替身之一 但因为高姆青在治疗后 她的血糖水平恢复了正常 尹丽娜害怕高姆青影响计划 索性就将高姆青谋害并分解 以除后患 这个操作简直是离奇绝伦令人择舌 最终在2011年4月20日 大阪高级法院对尹丽娜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尹丽娜未获得丈夫遗产 而策划替身杀人案 最终共导致三人身亡 这一行为恶劣至极 因处即刑 于是尹丽娜和岳田均被判处了死刑 然而尹丽娜却在一审后厚颜无耻地提出了上诉 她甚至主张自己是无罪的 而检方则要求判其死刑 在尹丽娜提出上诉后 日本检方又对尹丽娜一案做出了将近两年的审判 最后在2013年11月 尹丽娜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岳田则作为从犯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这起案件也就此告终 这起案件中让大家更需要注意的是独居老人的问题 尹丽娜虽然可恶 但她也是找到了独居老人孤独的软肋下手的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老人处于这样的尴尬困境中 子女生活压力大 一心扑在工作中 家中的长辈就会被冷落 不仅是生活上的孤独 更多的可能是心理上的寂寞 77岁的老人还渴望着婚姻和陪伴 说到底 他们更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物质 他们内心渴望的是更多的陪伴和情绪价值罢了 就和大家儿童时期 大人默默地陪伴与照顾一般 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成长 长大后 他们需要我们陪伴他们老去 每个人都终将至老 最后无非只希望人生的旅程更加圆满罢了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不妨下班回父母家吃顿晚饭 亦或是给他们打个电话 让我们珍惜每一次与老人的互动时间 毕竟时间如梭 这里是案件调查中 我是老迪 我们下期见